磁珠宝树 下面给我们留意介绍 和一宝都成 就是黄金 这个树纯金成的 根是金 干也是金 枝条也是金 树叶化果全是黄金 一宝成 或是多宝供成 工作 多宝供作 就是撒宝 许许多多珍宝成就 树界珍极庄业 这次会成行数 一行一行 排列非常珍奇 光丝树妙 薄放光 自然放光 不靠外面 我们这个世界的光 一定要有阳光 没有阳光 自己不能放光 阳光照射 反射出来 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反射光 像现在 有很多灯石 是用水晶 这个水晶片 大小不一样 吊着很好看 光照的时候 从不同旧度 发不同颜色的光 也很好看 那么西方世界 它这个珍宝 自然放光 一阵都放光 每个人身体放光 头顶有圆光 树木花草 大地 没有一样不放光 所以极乐世界 不需要日月 光明世界 光是树庙 树是特殊 特别的美妙 随风 左右 西方世界有风 没有巨风 没有会伤害人的风 都是核梦的风 核风啊 清风啊 美大风 龙卷风 台风啊 西方极乐世界 完全没有 如果有 佛一定会介绍 这里统统没有 那 核风 那么风吹 树叶 树叶都是 无量珍宝成就的 树叶跟树叶相碰 它就出声音 就像风铃一样 风铃只能够生美妙的音声 也能够相当于交响乐 但是不能说法 它这个地方音声会说法 这不可思议 音调和牙 树会说法 波南会说法 树描迹了 树方世界的形象 就像电视一样 反映在树里面 你从树里面可以看到 树方 诸佛刹土 就好像我们今天是 资讯的传播 它有这种功能 刺激 第四十 无量色数 远 这成就 这是 基督徒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这个地方 说出来了 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里 曾经发过的音 无量色数 今天称呼 自然就有这些现象 这些现象 从心相似 因地时候的心相 古报现前的时候 真出现了 一切法 从心相似